工作室累积了很多的记忆卡 有时候同时拍摄好几个作品 常常会拿错记忆卡搞得乱糟糟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做一个放置记忆卡的架子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起了这块以前剪刀的老窗框 它剥离的材质可以当做白板笔来书写 所以我决定在左边这个区块 做一排记忆卡的架子 右边就可以使用白板笔来记录 该张记忆卡是什么专案 下面这个窗框的地方 可以放置闲置的记忆卡 以及白板笔 那首先我就要先来制作下面的这一排架子 由于窗框的那一侧 它是有一些特定的斜度 所以我为了让我的木条可以靠上去 我就要先照着它的斜度去切出来 这样我的这一排架子就可以很好的跟窗框合在一起 形状吻合了之后呢 就要来计划我们放置的空间 红色的部分就是我要切掉的地方 左边一条一条的就是可以放置很多张记忆卡的位置 中间是有一整块凹槽的地方 是可以放置小杂物或是便条纸 右边打算钻很多个洞 来放置白板笔 中间的评论 屏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间的接纸 中间的电视频 中间的那边 因为这三 kommun可 辑一 trajectory 在这一阶子的影子 有一个阶子的好际 最新的声音 这个是非常熟悉的 但是我可以放置很多 photography 那么这一样 还有称体一团的 你们可以放置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为了让这条放置架跟穿框能够更和谐一点 我使用了深色的木气染色剂 來讓它變成深咖啡色 接著我決定在玻璃的背後 襯一塊白色的木板 這樣讓書寫的文字可以看得更清楚 最後就要來做左邊這一台放置架了 那我使用3米的壓克力板 然後來雷切出很簡單的架子的結構 雷切出玻璃的燈 这个鸡翅咖啡 收纳价就完成了 这个鸡翅咖啡 这个鸡翅咖啡